我台灣除了教書之外 我想就是要跟文化一起奮鬥 為什麼要全台灣都要去教書講話 我要開啟學生的一個觀念 要讓他們懂得會玩 你一個學生 你不懂得去嘗試 不懂得去發揮 你沒有辦法得到新東西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 因為譬如說梵谷死了 他生前沒有成名對不對 但是他的價值在那裡 他存在過 那後來有人就把它拍成傳記電影 就變藝術 交換靈魂 總得找個付得起代價的你算 誰必須要用你的一滴掀血 掀血 我男裝也有做 女裝也有 禮服也有做 因為其實服裝它是因為不同的 它實質素材不一樣 設計是要針對合乎人為主 比如說講人 就是一個包裝衣服 你包裝得漂亮 包裝得醜 那是無所謂 有些人再醜衣服都可以穿出精神來 要穿到對的人身上 我教書只是去分享我的經驗 我是覺得我慶幸我比別人得到的比較早 比較多 很多學校老師不見在業界 然後很多學生或是老師都要給一些新的觀念 所以我還會做研習會幫老師上課 服裝其實是外在 角色你要去設定它 所以我要融入那角色 既有像西游記或什麼任何的 它有既有制定的印象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覺得有些東西 像是傳統 論走 防骨 大陸它做得太那個了 防骨已經不是台灣的路線 就講要融入現代的精神 那所以像我做 因為舞台劇幾乎都是在實驗 都是像實驗的 實驗性比較強的 你在舞台上你還可以怎麼樣極性的變化 比如說你要瞬間換裝 它不是靠鏡頭 要靠瞬間變 比如一個角色 他製妝費很低 你要怎麼想要一件可以多穿 或者再搭穿 或者它會變成什麼 所以我通常要了解他的人物 人物角色的個性 我這次要賦予什麼 然後跟導演討論 因為劇場臨時的反應要大 你絕對要讓自己的腦筋活 他怎麼樣去學會幫人家省錢 再創造價值出來 因為台灣的劇場 就是這麼的辛苦的一個產業 因為劇服這個東西不是很狹隘的 因為它有跨年代跟跨空間 跟跨不同的 你必須要把自己去平常生活 去試練很多 你才能夠去轉化 否則你就是聽導演去做個代工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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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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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